当地时间3月11日,英国《每日邮报》刊发了一则题为《可爱时刻》 心爱丁宝公爵爱德华王子第一次以公爵夫人的身份介绍他的妻子索菲 王子兴奋不已地报道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 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 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报道称,在爱德华王子59岁生日这天 他被王兄查尔斯三世国王册封为爱丁宝公爵 同一日,王子在苏格兰爱丁宝市政厅讲话时 首次以公爵夫人的称号介绍他的妻子 王子的表情有点兴奋,有点不好意思 这对王室夫妻体现了作为人可爱的一面 给英国王室带来一份温馨气息 而这份气息是连篇累读的关于哈里 梅根的报道所不具有的 当日,爱德华王子与58岁的索菲王妃来到爱丁宝 他们在一英里皇家大道与民众见面 参观该市市政厅并发表演讲 随着已故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最小的儿子 成为新任爱丁宝公爵 国王自然为他创建了对应的爱丁宝公国 此次他来到爱丁宝便是来视察自己的领地 爱德华王子在市政厅演讲时对听众说 非常感谢你们今日欢迎我们来到爱丁宝 对我的妻子 接下来王子守直索菲王妃 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公爵夫人来说 这是个非常特别 不同寻常的日子 王子的表情十分可爱 声音也因兴奋而微微提高 在场的听众因他这孩子般天真的表述 开心地笑起来 抱一掌声 这样的一幕表现着王室成员 作为普通人的可爱一面 实际上 爱丁宝公爵这一头衔 在英国的贵族体系中是非常高级的 其地位基本仅次于英国君主 上一任爱丁宝公爵便是已故女王的丈夫 菲利普亲王 而女王本人则自然拥有 爱丁宝公爵夫人这一头衔 她只是平日不使用这一头衔罢了 对于离世后 将爵位传给小儿子爱德华王子 及索菲王妃 菲利普亲王是充满期待的 她认为人们看到这对夫妻的时候 会回想到她的过去 而对于索菲王妃继承女王的爵位 成为新爱丁宝公爵夫人 英国人也有几分感动 因为索菲一向被认为是女王最喜欢的家人 女王的二女儿 平素索菲是称女王为妈妈的 除亲情外 索菲以其脚踏实地的风格 也成为女王最可依赖 最得力的助手 说起外表 索菲王妃与她的前嫂子 已故戴安娜王妃很是相似 然而 两个人的命运却极为不同 戴安娜王妃的一生 不曾拥有幸福的婚姻生活 离婚一年后 年仅37岁 便在一场离奇车祸中香消玉允 但索菲王妃 却是女王唯一的原配儿媳 女王有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只有小儿子爱德华王子 与妻子没有离婚 一家四口生活得很是幸福 而说到册封爵位的是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中 获得高级头衔的王室成员 不只有爱德华王子一家 还有国王的孙子阿琪 与莉莉贝特 戴安娜 白金汉公也确认了这两个孩子 已经拥有了王子 公主的封号 只是公开过程有点古怪 并不是国王或白金汉公 先来发布消息 而是苏塞克斯公爵夫妇 发布女儿莉莉贝特 戴安娜已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接受洗礼的消息时 将女儿称作公主 才引来媒体好奇的 而后媒体获得消息 原来国王早在去年女王的葬礼后 便已向哈里 梅根确认孩子们 可以使用王子 公主的称谓 相关报道出来后 白金汉公才于 近几日更新官方网站 终于将这两孩子 称为王子 公主了 而哈里 梅根对于孩子们 霍锋的态度 跟爱德华王子很不同 他们声明说 这是孩子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这时候 他们便不嘲笑英国贵族制度了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其实早在3月9日的上午 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的两个孩子 阿奇王子和莉莉贝特公主 正式被授予王室头衔 但孩子们的顺位排序依然不变 仍分别是第6顺位继承人 和第7顺位继承人 等待了这么久 终于得到官宣 哈里和梅根 不知有多么开心 随后他们发表了一份声明称 孩子们的头衔是与生俱来的 这件事已经解决完有一段时间了 与白金汉公保持一致 此前一天 苏塞克斯夫妇的发言人 曾向第6页证实 两个孩子将会被授予王子和公主的头衔 而不再是少爷和小姐了 白金汉公也回应称 他们已经与苏塞克斯夫妇 就头衔问题进行了交流 王室官方网站将会适时更新 阿琪和莉莉贝特的头衔 但没想到 紧隔一天 王室就正式官宣了 不过据说 查尔斯三世国王早在去年圣诞节前 就授予了阿琪和莉莉贝特头衔 只是不知为何拖到 现在才公开 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按照王室惯例 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之后 他们会对所有成员的头衔进行更新 但阿琪和莉莉贝特的头衔 却一直拖到现在才确认 而且是在他们的父母 被要求搬出弗罗格莫尔小屋之后 这就很蹊跷 这位消息人士补充道 为什么是现在 这一切都发生在去年年底 时机很奇怪 或许 这才是查尔斯国王的聪明之处 毕竟离他正式登上 王座只有两个月不到的时间了 这段时间 可不能再让自己的儿子和儿媳闹腾了 而唯一能堵住他们嘴的办法 就是满足他们的要求 而对哈里和梅根来说 孩子们的头衔问题 才是重中之重 一直悬而未绝 反而夜长梦多 所以 国王选择在这个时机 授予阿琪和莉莉贝特头衔 显然对双方来说双赢 不得不说 姜还是老的辣 就如同大人教训小孩 给了他点苦头之后 再让他尝点甜的 孩子就乖了 而哈里和梅根 原本对是否参加 查尔斯加冕里一事不愿表态 但现在白金汉宫 似乎收到了风声 开始为苏塞克斯夫妇 回家做准备了 知情人士向 每日邮报透露 白金汉宫的工作人员 已经在着手处理 加冕里的后勤工作 并且已经接到指示 将苏塞克斯公爵夫妇 内入5月6日的活动计划中 包括用车 座位安排 用餐安排在内的所有事情 都考虑进去了 这位王室内部人士还表示 虽然现在仍无法确定 哈里和梅根是否愿意来参加加冕里 但至少可以说明 他们没有完全拒绝 所以工作人员肯定要提前做好安排 以防外衣 而王室专家加雷斯 拉塞尔早些时候在接受 美国周刊采访时曾透露 查尔斯国王非常期待 哈里一家回伦敦 他明确表示 欢迎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 以及他们的孩子 莉莉贝特和阿琪回来 但查尔斯这一举动 却被认为过于心软 毕竟哈里和梅根可没少 让他不安 哈里在备胎里 对王室的揭秘 更是让高级成员们恼羞成怒 哈里在他的回忆录中 详细描述了他与父亲的紧张关系 其中谈到查尔斯经常 拿他的亲生父亲开玩笑 虽然这个笑话 对他来说一点也不好笑 据悉在哈里很小的时候 就有传言称 他不是查尔斯的亲生儿子 而是戴安娜与詹姆斯 休伊特少校所生 因为哈里与休伊特少校 有着同样的红发 当然 这也仅仅只是个传言罢了 而小编个人的观点是 阿琪和莉莉贝特 终于得到王室认可 盖章认证了王子公主头衔 离哈里梅根返回王室又进了一步 英国王室官网上 将哥儿姐俩宝贝疙瘩头衔终于加了上去 和威尔是三宝一样 他俩也是有身份的人了 想当初哥儿在女王葬礼上 行居西里 有网友就说他这一跪 跪的是儿女前程 如今半年都过去了 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这样看来 查尔斯也做了妥协 儿子把家都掀了 还是给了孙子们应有的体面 家免离肯定是会去的了 哥儿姐离众反王室的梦想又进了一步 另外一向形势低调的爱德华王子一家 女儿安静贤贵 是皇家最有贵族风的一个女孩 儿子也是没安静的美男子 堪称英国王室的最佳家庭 所以说两口子获得这个头衔 可谓实至名归 而且有意思的是 上一任爱丁堡公爵夫人是已故女王 女王一向是索菲为他的亲女儿 因此头衔的继承就更令人感动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